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21號星期四 首先我要給大家報導一些內幕新聞 通過輾轉的途徑 我接到中共黨內的放風和爆料 那麼有兩個消息 一個消息是在孫力軍落馬之後 那是4月19號 在中共上層的中央各部委 突然出現了一些陌生人 一些年輕人要強行進入 所謂中央各部委在國務院有26個部或者是什麼委員會 那麼在中央書記處有至少5個以上的黨務系統 這些陌生人 這些看上去年齡還比較輕的 這些人要強行進入 實際上進行某種監督 但是在國務院的系統遭到了李克強的阻止 李克強把他們驅趕了 所以他們無法進入國務院的26個部委 但是他們進入了黨務系統 就是王滬寧當書記處書記的這些黨務系統 包括什麼中宣部 中組部 什麼精神文明辦公室等等 那麼這個放風的爆料的人說 這些人都知道都是特殊人員 就暗示他們就是特工 事實上就是來自於這個所謂特勤局 習近平建立了一個特勤局 而特勤局就負責監督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 或者是各部委 那麼這個特勤局的局長王小洪 就是習家軍人物 習近平的親信 在4月19日王立軍 孫立軍 孫立軍落馬之後 他就說過一句話 他說要監督一把手 要讓一把手習慣在監督的情況下工作和生活 也就是擺明了這個特勤局就是類似蘇聯的內務部 或者是類似於明朝的什麼東廠 西廠 內行廠 錦衣衛等等 就是特務機構 內部的特務機構來監督黨和政府機構 領導人和機構的運作 因此就突然出現了這些所謂的陌生人 這些年輕人 他們就是特勤局的特工 但是在國務院要強行進駐的時候 遭到了李克強的拒絕 這就說明習近平跟李克強之間的鬥爭 白熱化 繼續的升級 這大概是李克強最新的一次強勢反擊 這些各部委的內部人員都說 他們都知道平時他們工作就有人在暗中監視他們 但是沒想到習近平方面是公開的參殺子 就這種公開的方式讓他們大吃一驚 所以說現在各部委 國務院的各部委都覺得人人不安 人人都沒有安全感 就高層鬥爭 白熱化到這個程度 這就說明兩點 一個是習近平對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不放心 而且對中央機關 國務院的各部委 還有書記處的各個部 都不放心 要全面的監控 另一個也說明習近平是一不住二不休 就是要堅持獨裁 堅持個人獨裁 大權獨攔 就是要堅持長期所謂長期執政 或者是終身執政 說乾脆就明目張膽的 由特勤局派出特務進入各部委 強行的監控 現場監控他們的工作狀況 防範他們在工作中進行串聯 或者是說壞話 或者是背後議論等等 這種公開參殺子 公開派出特工到中央各部委看場 就像黑社會看場一樣 死死叮嘱 這樣的方式 即便在毛澤東時代都沒有出現過 可以逐漸了習近平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還有孤足一致的那種虛弱的心態 或者說極端的心態 黨內人士的放風和爆料還有另外壹條 說習近平和王滬寧在內部成立了壹個非常機密的秘密的小組 叫做123務虛煙桃組 123說是武漢封城那壹天的日期的代號 武漢封城是1月23號 就以這個封城為代號 成立了這壹個煙桃組 主長是兼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的王滬寧 他壹直都兼任這個職務 副主長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常務副主任 這個人叫江金泉 是以前從湖北調上來的壹個御用的筆桿子 他們成立了這個小組幹什麽 說要研究共產黨的某種宗教化 說習近平聽到美國總統川普把這個病毒稱為中國病毒之後 說習近平在內部講話 說要習取前蘇聯的教訓 說前蘇聯在硬實力上跟美國不相上下 足以跟美國抗衡 但是前蘇聯是敗在了軟實力 說前蘇聯的共產黨也就是壹個世俗的政黨 但是美國不僅有政黨 而且有宗教 有基督教 所以蘇聯說這方面是軟實力 不如美國 因此習近平建議說把共產黨怎麽樣用一種迷信的方式 宗教化 具體的說法說要模仿天主教 紅衣主教 或者是歷史上什麽精神領袖這些方式 就是把共產黨整個變成一個宗教化的組織 然後共產黨的領袖成為某種教主 然後給中國人民造成一種迷信 迷信教主一樣的迷信中共領袖 然後對共產黨就像迷信某種宗教一樣的 迷信這個組織 當然這個消息還不能夠得到完全的證實 我自己聽到這個消息也大吃一驚 國內黨內的放風的這個渠道 爆料的這個渠道說 通過了不同的渠道證實有這麽個事情 有這麽個小組 而且據說王滬寧在研討中 在這個務虛小組的研討中 還說要對不排除一種可能 就是中國共產黨將來有改稱另一種名稱的可能性 改名比如說叫中華教 或者是華夏教 或者叫紅教 或者叫共華教 把這個宗教化 也就是說相當於把主張無神論的中共又變成某種有神論 按照他們的政治需求和權利需求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最核心的一點 就是把已經死去的中共領導人 跟現在在世的中共領導人做某種精神上的連接 以表明精神上的傳承 或者說轉世 或者說是精神不死 以此用這種宗教化的形態來繼續奴役中國人民 而且長期的奴役中國人民 據說這個小組 這個非常神秘 非常秘密的小組 這個叫123務虛煙桃組 說是確定的目標 說如果是這樣把共產黨宗教化神秘化 共產黨的領袖 宗教化神秘化 教主化之後 那麼通過一百年 兩百年的時間 就能夠戰勝美國 說只有戰勝了美國 才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當然這是王滬寧等人的瘋子般的念頭 假中華民族之名 實際上是要把共產黨的 所謂紅色江山萬萬年 所謂邪教教主千秋萬代 當然這條條內幕消息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但是第一條消息更為靠譜 因為習近平本身就成立了這個特勤局 而特勤局本身就是一個內部的特務機構 而他的親信 特勤局局長王小洪已經狂妄的放言 要把所有的這一把手都給監督起來 讓他們在監督的情況下 工作和生活 也就是不僅是工作 連生活都要被監督 所以派出大量的特工突然進入各部委 試圖直接的 以這種非常直接的公開的方式監督各部委的工作 那就在他們的行事邏輯之中 中共的人大這些兩會正在北京舉行 香港媒體報導 據北京方面故意放風 說人大中一個重要的議程 就是要通過所謂港版國安法 就是港版國際安全法在香港實施 也就是要北京當局 中央當局 去全面接管香港的管制權 那麼這個所謂港版國安法 說不是以前討論的23條基本法 而基本法的23條立法 這個23條在2003年 胡錦濤執政時期要推廣的時候 受到了香港50萬民眾上街的抗議和示威 那麼胡錦濤當局是撤回 之後沒有再提這個23條 或者說是提了 但是沒有去把它去立法 那麼這次中共想擾過這個23條 說是要通過所謂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 說例如附件三的內容 那就不在香港的基本法範圍內 而且說不需要通過香港立法會的同意 只要人大通過了一個議案或者是一個法案 然後交由香港特區政府去執行就行了 說這是赤裸裸的一個升級 對壹國毀滅壹國兩制行為的一個升級 而這個所謂的港版國安法 不僅要擾過香港的立法會 擾過起碼的民意 就由人大直接下令 而且它的內容非常的驚人 它包括四個內容 涉及了所謂顛覆政權 分裂國家恐怖活動 還有外國勢力干預 其實這四個內容都可以隨意的扣帽子 就像顛覆政權 在中國國內有任何的意見人士發表言論 是屬於言論治癒的範圍 中共就隨意扣上一個顛覆政權的帽子 動作就判處重刑十年甚至更高的圖刑 還有所謂分裂國家 對中國少數民族的活動 哪怕是在西藏 在新疆 哪怕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爭取一些平等的民主權 中共都可以隨時扣上一個分裂國家的帽子 然後判處重刑 還有所謂恐怖活動 更是如此 如果在漢人地區有一些暴力行為 中共把它定義為刑事犯罪 但是一旦這些暴力行為再出現在少數民族地區 中共是不分青紅皂板 都說是恐怖活動 恐怖主義 實際上是用國家恐怖主義去對待他們所定義的所謂恐怖主義 還有一個所謂外國勢力干涉 如果外國勢力真要干涉香港 香港今天的局面就不是這樣了 比如說英國要堅持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本法的話 那大力干涉 中共就在香港不可能做到這個樣子 如果美國要保全在香港的各國利益 或者是跨國公司的話 那大力干涉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中共是完全是找理由 實際上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 中共對香港來說本身就是外部勢力 中共這個做法是跟香港民意對著幹 而中共跟香港民意對著幹的結果 大家都看見了 以前香港戰中甚至發起過叫和平戰中運動 但是當青年人參加的時候 那個規模大大的超出了和平戰中 叫做雨傘運動 持續了79天 再後來 中共以為那就是香港最高峰的抗議了 甚至搞出逃犯條例 想把非法綁架合法化 在去年 結果沒想到 激起了全港民眾的大抗爭 80萬 100萬 200萬人上街抗議和集會 而且抗爭至今沒有結束 所以中共闖的禍是越闖越大 現在還想繼續闖禍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 中共的一個媒體居然發表社論 說要拿出鄧小平的氣魄 叫做誰不改革誰下台 把這個在香港破壞一國兩制 叫做改革 實際上這個話就暗示 在香港要趕中共對待西藏的那一套 但是毛澤東跟西藏 跟達賴喇嘛簽訂了這個城下之謀 叫十七條 是保持西藏的一切不便 結果磨蹟未幹 不到十年 毛澤東就打出民主改革的旗號 到西藏去大肆地破壞 相當於撕毀協議 去破壞宗教 拆毀寺廟 破壞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 這種藏傳佛教的這種制度和體系 隨後還給西藏造成了大饑荒 西藏歷史上都是自技自足 數千年沒有人餓死 但是中共去統治西藏 居然帶來了大饑荒 而當時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的班才喇嘛 上訴給周恩來七萬元上書 講到西藏的大饑荒從來沒發生過 毛澤東和周恩來居然下令把班才喇嘛 西藏人民的活斧投入大牢 一關就是十年 當時中共最專制 最極權 最血腥極權的中共 就是打出民主和改革這兩個旗號 到西藏搞破壞活動 現在的中共王滬寅當局又同樣一葫蘆畫瓢 打出改革的旗號 到香港去反改革 搞倒性逆施 破壞一國兩制居然叫改革 而且把鄧小平的話反過來用 鄧小平當時說誰不改革誰下臺 嗆聲的就是當時主政的極左派江澤民和李鵬 鄧小平當時搶掉他的真實改革 至少是經濟上的改革 而是反對這種江澤民 李鵬那種保守 無作為 甚至是極左的反動的行為 但是今天的中共這些媒體居然以嘲諷鄧小平的姿態做出一個反改革 說成是改革 還說要拿出鄧小平的氣魄 當年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是怎麽說的呢 他會見香港首副李嘉誠 李嘉誠問他多次說一國兩制的事情 說50年不變是不是遵守承諾 鄧小平說當然遵守承諾 他說說過很多次 50年不變 說不變就是不變 然後李嘉誠又追問 說那50年之後呢 鄧小平當時一拍大腿說 50年之後他就更不用變了 也就是說當時都80多歲的鄧小平都知道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 使經濟開放走向政治開放 經濟自由化走向政治民主化 也就是說50年之後不是香港學中國 而是中國學香港 也就是說連中國都實行了民主和法治 香港用得著變回來嗎 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 後來的紅二代太子黨習近平這一代人居然開歷史倒車 要把提前結束50年 像一國兩制50年不變 在鄧小平說的 趙紫陽簽的《中英聯合聲明》居然到了習近平王滬寧的手中 要提前毀滅 不要等50年 等20幾年都等不及了 要把香港拿回來 不僅要回歸中國 要回歸中共 最重要的是聽黨話 跟黨者 也就是要香港信黨 最後香港信習 如果是鄧小平九權有資 而且還知道這些王滬寧 用媒體來打鄧小平的旗號去毀滅香港一國兩制的時候 打著改革的旗號 打著鄧小平的民意 我想鄧小平一路之下恐怕都要出掉這兩個孽障 就在蔡英文宣誓連任臺灣總統的當天 昨天5月20號 美國政府不僅是表達了對臺灣的支持和對蔡英文的祝賀 而且是用最嚴厲的語調譴責中共 美國的總統和國務卿都先後發聲 可以說 國務卿蓬佩奧在記者會上用了一大段來談中國 他說大家都知道1949年以來 中國人民就在殘暴的共產政權的統治之下 他用了殘暴政權 而且他說本來美國以為通過貿易科技或者外交的接觸能夠改變這個政權 使他們的形勢像我們美國或者是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那麽做 但是現在看來我們低估了 就低估了中共通過意識形態和專制統治來危害世界的這種企圖 蓬佩奧還具體的提到各方面的情況 首先是大瘟疫 他說現在從中國的醫生報警已經過去了142天 但是中共不是跟世界分享那些病毒的樣本 或者是提供協助或者是幫助合作 而是銷毀那些病毒的樣本 並且拒絕國際社會的進入進行調查或者是幫助 他說習近平在世衛大會上講話說是公開透明即時 他說那麽你就應該像我們這樣舉行記者會 在記者會上隨便回答所有的問題 他說但事實上中共當局繼續的封鎖信息 不僅繼續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社會的調查 而且在中國國內進行言論的封鎖和限制 他還說到習近平提出的所謂20億美金對受益影響的 疫情影響的國家的援助 他說這樣的所謂援助 遠不能抵消中共對世界各國的損害 他還說到這次世界衛生大會 譚德塞等人繼續把臺灣排除在外 顯示譚德塞跟中共的關係密切關係由來已久 而不是剛剛才開始 他這讓國際社會深深的不安 另外他提到澳大利亞 他說澳大利亞僅僅是提出要獨立的調查這個病毒的來源 就受到中共的經濟報復 他說世界上一百二十多個國家跟澳大利亞站在一起 要求這樣的調查 他說美國也跟澳大利亞站在一起 有記者問蓬佩奧說 川普總統曾經說 有可能跟中國切斷所有的關係 那麼說是否轉而會同臺灣發展官方關係 蓬佩奧沒有直接回答 只是說我們對於跟臺灣之間的合作 有利於臺海的穩定 或者說這個臺海和平的穩定的最大化 蓬佩奧也提到香港局勢 他說中共在香港把民主派的意願粗暴的拒之於門外 而且把民主派的一些代表性人物 像李柱銘黎智英帶上法庭 這就顯示中共繼續在破壞香港的自治和一國兩制 蓬佩奧也提到南海說中共在南海的擴張 提到中共的海間船把撞成越南的漁船 並且到馬來西亞的經濟專屬區去搞所謂的勘探 對馬來西亞的勘探發出威脅 他說中共還單方面的宣布在南海禁魚 這都是美國需要強烈譴責的 蓬佩奧提到 經過民意測年 現在66%的美國人對共產中國採非常反感和敵視的態度 他說這顯示了民意的變化 而且說美國的朝野兩黨都有共識去對付中共 他說現在美國必須找到一個方式 怎樣讓中共共產中國按照國際行為來行事 他強調美國低估了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 對自由國家的危害和敵視程度 對文明世界的敵視程度 他說國際社會正在越來越清楚的看到這一現實 蓬佩奧強烈的暗示 美中關係將發生十字性的轉變 美國將徹底的改變對中國的政策 他在通篇講話中都是講共產中國 Communist China 所以指向非常清楚 把中共跟中國人民分開 把共產黨跟中華民主分開 就在同一天5月20日 美國總統川普發表推文 說在中國有一個瘋子 剛剛發表了一個聲明 企圖把這個大瘟疫的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 讓中國以外的人去承擔這個責任 川普所說的這個中國的瘋子指的是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要這個人解釋 造成這場全世界大屠殺的行為 是中共的無能而不是別的 這個全世界的大屠殺 這是首次用這麼嚴重的指控 來指控這個中共所擴散的這個大瘟疫 他說的是Mass Worldwide Killing 世界範圍內的大屠殺 川普在後來一個推文中說 這位愚蠢的犯人代表中共所發出的言論 是要推卸給全世界人民造成的痛苦和損失的責任 他要中共當局解釋 為什麼當初中共可以阻止武漢的瘟疫 去流向中國的各地各省市 但是沒有阻擋武漢的瘟疫 流向美國和世界各地 他所說的事情就是 當初中共在宣布武漢封城的時候 限制了武漢的交通 就是包括航班和列車火車通往全國各地 但是卻沒有限制武漢的航班飛往世界各國 那麼川普就是多次說到這一點 那麼就強烈的暗示中共是蓄意的損害美國和世界各國 大家看到 作為美國總統的川普用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大屠殺 而作為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 用的是70年來的共產殘暴統治 殘暴的共產政權來形容 這是可以說 最近40多年來 美國政府對中共最強烈的指控 而中共的黨媒官媒根本不敢報導這一點 儘管中共咒罵蓬佩奧是什麼政治病毒人類公敵 但事實上全世界都知道 中共才是政治病毒人類公敵 他們連美國總統國務卿所說的這些話 都不敢在國內出事 不敢讓中國人民聽到 美國總統和國務卿對中共最嚴厲的譴責和指控 預示中美關係大變局的前夜 也預示了中美攤牌的這麼一個前夜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 就有三軍未動輿論先行 都要發戰鬥習文 來指控敵方的種種 數落他們的種種的罪惡 3600年前 當時的中國是夏朝 夏朝的末年有一個夏捷王 因為是荒淫無渡 荒淫亂陣 民眾是叫苦連天 當時有一個商國或者商地的首領叫湯武 他就起兵 起兵的時候就說 夏捷無道 餘味上帝不得不證 意思就是說 夏捷王 這個荒淫無道 我怕上天責怪我 所以我來不得不起兵來討伐 後來建立了商朝 那麼又過了五百年 商朝末年的時候 這個商周王無道 那麼又受了討伐 那就是周王對他討伐 當時也發布的習文也是類似的意思 又過了八百年 後來中國是秦朝 是秦始皇秦二世的暴政 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 天怒人怨 當時陳勝吳廣起兵 起義的時候就有一句口號 叫做發無道租暴情 也就是說這個秦朝無道無德 那麼是屬於暴情暴政 所以人民可以討伐 後來項羽和劉邦也起兵 反秦的時候的口號也是說 暴情無道天下共討之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一直就有除暴政新人政的這種歷史邏輯 而且就連儒家思想也是這麼主張 儘管儒家思想有很多的爭議 但是粗暴政新人政是天下的責任 所以中國的王朝耕底 尤其是到了王朝的末年 所發生的這些民眾起義 人民起義或者被稱為農民起義 都是因為這個道理 其實今天中共政權 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犯下的種種罪惡 已經遠超歷史上的夏捷王 商周王或者是秦始皇 如果是美國代表國際社會文明事件 以任何方式討伐中共 以道義的方式 還是以制裁的方式 或者是以軍事的方式討伐中共 那都是上和天意下和民意 以政討逆 以政討協 以有道發無道 符合天意人心 前幾天在陝西省西康市 是有一位青年男子 因為翻牆被公安查處 說發款500元 並且通報 這個公安是漢賓分局 這個是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 人們議論紛紛說中共雙重標準 因為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 還有中共的這些黨媒 新華社人民日報 都在翻牆設這些帳號去搞大外宣 就連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都在翻牆 因此說雙重標準 這個時候胡錫進就出來為罕見的 為這位青年辯護了幾句 他發表了一個貼文說 防火牆有它存在的現實必要性 但是人們因為各種原因翻牆 也應該被視為合理 他說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領域 非法的帽子不能亂口 結果沒想到 中共的網信辦 把所有這三方都刪除了刪貼了 一方就是漢兵公安的通告被刪除 再一方就是民眾的紛紛議論被刪貼 再一個就是胡錫進本人的貼文都被刪貼 於是就有這麼一個段子 胡錫進找到中宣部長黃坤明 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訴說冤屈 他說我只是為翻牆的靈活性說了幾句話 結果就被網信辦刪貼和諧404 他這做得有點過頭了吧 黃坤明說 胡錫進你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 胡錫進嚇了一跳 黃坤明繼續說 你想當政治局常委取代王滬寧同志 胡錫進說冤枉啊 我哪有這麼大的膽子 這個時候他聽到王滬寧又冷冷地說 胡錫進你是一個兩面派兩面人 胡錫進又嚇了一跳 黃坤明說 你想取代黃坤明同志當中宣部長政治局委員 胡錫進說 天啊冤枉啊 我哪有這種念頭 然後他轉臉又說 他不過呢 你們一位是政治局常委 一位是政治局委員 我也為黨工作幾十年了 我能不能當一個中央委員 黃坤明說沒門 黃坤明說 黃坤明同志 我知道你是習家軍 我雖然不是習家軍 但好歹我的名字中也有個習字 胡錫進有一個習字 王滬寧冷冷地說 你也配姓習 黃坤明說 胡錫進 你是姓胡姓習又姓靖 三姓家盧 但是歸根道理你姓胡 你是團派 從胡耀邦到胡錫濤到胡春華 再到你 你說你是不是團派 胡錫進 胡錫進又嚇了一跳 說 我成了團派 胡錫進也不再辯護 他叹了一口氣 說 看著我為黨辛苦工作多年 給我一個中央候補委員 蕩蕩吧 黃坤明說 沒門 但沒想到 王滬寧冷冷地說 可以 後補中央委員等待後補一百年 胡錫進說 哎呦 那麼長時間 那我都 王滬寧冷冷的说 我党的目标是两个一百年 难道你连一个一百年都不能等吗 胡锡进说 那倒是 我服从组织安排 姐刚转身要走 忽然又听着 王滬寧在背后冷冷的说 到秦城监狱等待 慢慢等 胡锡进下的一跤坐在地上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